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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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儿了 你找谁 我们找电影 电影找我们 要我名何姓 我叫韩兰庚 我叫英秀辰 救养救养 救养救养 命运 命运 便是 共用人 好 你好 您好 还来跟同志来的 欢迎 您好 您太累了 去休息一下吧 我不累 请工作去吧 工作 好了 怎么样 好了 坐好 好 吃饭了 预备 开始 来 升分 二比四 怎么搞的 停 你们笑什么 骗子都拍话了 你们还笑 李大远 你看谁来啊 老李 老韩 哎呀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了啊 今天我正在拍戏 所以没空去接你啊 不要客气 刚才和你们实拍还是练习啊 实拍啊 哎呀 哎呀 好久不见了啊 把胖子接一下也拍进去了 哦 原来是你这个家伙出的阳相 对不起 浪费了我几十只胶片 小心工厂 工厂 嗯 肥料制造厂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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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正好 介绍一下 这是韩南根同志 音秀陈同志 你好 你好 这位是文艺界权威的批评家 一帮子同志 一嘛是容易的一帮呢 三年是一个工龙兵的兵子 子呢 就是子丁香的子 九样九样 韩英二位 五岁以来文明全国的喜剧演员 没有 其敢 其敢 以后请多多指教啊 哪里 老韩今天是汪宝川算计量 回娘家 有得很 老韩 到处看看是没有 都看过了 看过了 太好了 比我们过去 上海电影公司的条件好得太多了 到底是社会主义企业 所以要不是党提出百花齐荒百家争鸣的政策 恐怕我到现在还不能归队呢 你看 瘦皮猴这两年在思想上是大有进步 别开玩笑 是啊 党的政策就是要尽量的发挥每个人的潜力 把所有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的因素 你莫为这次久别重逢 再加上李导演的合作 看吧 这块原地上又要增添一朵新鲜之花 喜剧之花 开吧 开吧 尽情地开吧 人们在等待着你们哪 就怕我们开不出鲜花来 反而开出一棵野草来 不必客气 我们这有白山黑水 肥沃的土地 有充足的阳光 有足够的条件让百花齐放 当然了 这里冬季呢 是冷一点 不过冷 倒也冷得有性格 哈哈哈哈 可是 话又说回来了 讽刺喜剧啊 这可是一条危险 曲折而又难走的道路 还要不怕挨打那才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但愿我能担当起做保护的责任来 不怕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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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们正准备了几个小节目 到时候就请你来跟我们出出点子吧 不客气 不客气 我一定要欣赏各位大师的艺术 哈哈哈哈 什么时候啊 嗯 大概是月礼吧 哦 到时候我们通知你好了 好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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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啦 请坐 请坐吧 你好啊 你好 你好 好 开始吧 我们今天演三个小戏 第一个节目是从苏联讽刺小品 别托福传中的一小段发展出来的 据说有一位朱经理 他活着的时候爱铺张 死了以后还要摆阔起 请大家注意 我们这不是正式演出 只是做一次练习 请不吝点赞 忙 不吝点赞 啊 经理 你看步子得怎么样啊 你看 第一,就应该先买块地产,弄花怎么行呢? 是 怎么不做个舞台呀? 图样上没有舞台的呀 怎么演戏怎么办? 图样上没有,你就不许动动脑筋,独立思考呢 告诉他们,明天补修一个,要大眼的,要能演精细,画的,各物什么的 否则,就太小气了 是,我明年就告诉他们 这白弄个桌子干什么? 今天晚上的宴会,融到这儿来了,没来得想你情事 菜是哪儿叫的? 天仙盒 还好,都预备了什么酒啊? 啤酒,葡萄酒,白干 哎呀,你也太小气了 咱们请的都是贵宾 这种酒拿出手 赶快叫他们换好酒 什么清华厨的粉酒啊? 贵州的茅台啊? 绍兴的花雕吗? 咱们花雕的好酒不是有的字吗? 叫他们换,可是钱 钱,钱,就是钱 咱们是大公司,就应该有国家气派 用多少我提啊? 是 不是 就是妈呀 哈哈,请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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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快 還有零次工作 怎麼這麼一點 就是按照制度辦的 胡說 對我也講些制度來 真是 平均主義 好 你們都回去吧 請旅客們趕快上車吧 好 坐下 再見 再見 歡迎我們 歡迎我們 我們可以下個街上 歡迎我們 我們 cares 我們可以下個街上 我們可以下個街上 吉日豪 这是从死人身上掏出来的职工证和钱包 估计是在开车以后他不小心摔下来的 头部已经被压碎了 只剩下一个胖胖的身体 我们还在继续调查 我看这样吧 咱们先给他们公司打个电话问问看 你再继续调查 好 是啊 我们今天是诸服生啊 是今天才走的 是什么 啊 哎呀我的天哪 哎呀我的天哪 那么小的房间 正在下两样锁 简直是个鸟笼子 那么小的窗户 连个电风扇也没有 这不要闷死人 是真的 可这已经很不错了 帮我忙 来 来 不行 抓住 怎么了 来 来 2 3 4 3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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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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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还是坐一坐吧 这可是大夫说的 做体操对你这身体有好处 听话 来吧 我咱公司从来没干过这个 可这是两样锁了 我们对你要负责任的 来吧 来吧 听话 要听话 这就对了 过来 站好了 预备 开始 1 2 3 4 对 2 2 3 4 3 2 快点 又怎么了 我跑不动了 我实在跑不动了 再跑一会儿 再跑一会儿 休养 一会儿 也跟工作一样 需要有毅力 要有耐心 你要是能这样刻苦的坚持下去 你的身体很快的就会瘦下去 健康起来 算了 这哪是疗痒 简直是劳动改造 可不许这么说 你的脂肪太多 原因就是过去运动太少 以后还要经常不断的运动 来吗 来吗 再跑一分钟 就一分钟 吃饭了 怎么就这么点肉 你们这两岁所也太小气了 不是小气不给你吃 这是大夫吩咐的 你的脂肪太多 不能多吃肉 忍耐一点 朱同志 你也太不听话了 我就是不听话 我是经理 我不是小孩子 算了 回去了 这咱修养 简直受养的罪 你对着 留在身上 的 你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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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胡说,这是火箭鬼,这是火箭鬼 朱,朱经理,我知道你此的冤枉 灵魂不爱,想家,想我们 胡说,你还胡说是什么 你再胡说我把你赶出去 朱经理,你不要发脾气 为你的伤势,我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觉了 我告诉你,我不是鬼,我是活人 我是人 怎么,你没死 我几次死了,我不到疗养所就疗养了吗 这么说,你不是死人 不对,不对 你是死人 你这工作的钱包都在死人身上掏出来的 基工专家中的钱包都丢了呀 我这机工专家的钱包都丢了呀 我这机工专家的钱包都丢了呀 你,没死 你要是没有死,我教你三生,你能不能答应我 你要是没有死,我教你三生,你能不能答应我 叫我,别分手,下面生我也答应你 你要是没有死,我教你三生,你能不能答应我 朱夫生 朱夫生經理 要命死 把手放上去靠一靠 你能不能带我摸一摸 你摸摸 你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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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摸啊 我的妈呀 妈呀 妈呀 你还不疼呢 你这混账你 真的没有事啊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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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故意替你的 替你原谅 好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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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人在这干什么了 写最道词 写最道词 给谁写的 你 给我写最道词 是啊 那你给我看 好 这歌看来 基本上还不错 就是说 就是中间这一句 不好 不好 太简单了 太空洞了 我 应该这样干 我应该这样干 安息吧 周清雷 你 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你的名字 将永随不朽 万古流芳 这种 这样干 才有感情 才有艺术性 嗯 嗯 好 好 太好了 你真是天才 这是怎么搞的 这张像 像画电的 用碳金画的 你太小气了 为什么不放那么大张照片呢 一个人在一生当中 只能是这么一次啊 就能随随便便 也行 这是谁送的 王科养送的 哎呀呀呀 老王爷太小气了 弄点钱都舍不得花 这么大点的花圈 也拿出手 这谁送的 这谁送的 是牛科长送的 嗯 老牛还不错 这个花圈 多少还像样子 嗯 这碗袋太不合规格了 怎么能够随随便便 能做直写呢 应该用段子 最切吗 也这种不解呀 这整个的会场 谁负责布置的 是我 你啊 你啊你啊你啊 真是穷木不可刁言 我白白地培养你那么几话 啊 你还是不成器 是啊 是啊 行李 不要贵心 技术地帮助我 嘿嘿嘿 哎呀 你没有死 这个棺材怎么报销啊 我来签子 我来签子 你啊你啊你啊 你啊你啊 就用这么坏的棺材来装我啊 幸亏我没有真死了 为什么不是玻璃棺材 玻璃棺材 上海才有啊 我们怕把你放久了 要放烂发刺 别说了 这家是废的报销 我来签子 哎呀 你的签子不生效了呀 我们已经报过户口了呀 说你死了 把你这个人给注销了 谁有此理 胡说八道 打电话去 叫行车 我马上到公司去 哎呀不行啊 你死了之后 王夫经理就替你的责位了呀 所以 把你其实归了他了 所以 别说你了 你啊 你笨蛋 出来住 该死 是 朱经理 你不能怪我呀 谁不敢怪不敢 你不敢死呀 胡说 谁说我死了 谁说我死了 我没死 我没死 我还活着 我还活着 我还很健康地活着 好 好 好 走 走 怎么样 大家谈谈吧 随便谈谈吧 你谈哪 赵丽师沉默五分钟啊 你先来谈谈 是不是你先谈谈 好吧 对生活当中一些不到达的落后的事物来说 缝刺 就像是一团烈火 使用得当 它可以起到这个 这个净化消毒的作用 如果是使用的不当 那就会引起一场可怕的火态 不成了一切 否定一切 刚才这个节目啊 使我感到的是火啊 啊 而且是一场狂暴的无形的大火 烧啊 烧啊 把一切都给烧光 啊 这种有得否定一切的观点 正如 是恶意的诽谤 对待我们人民内部的缺点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应该是像对待自己的爱人一样 跟他说 亲爱的 你错了 你错了 应该改正自己的缺点 我还是非常的爱你 啊 可是这个 并不是这样 而是过分的夸张 高二级 曾经说过 没有夸张就没有艺术 但是 夸张 应该有个限度 既不能太多又不能太少 啊 要恰如其分 既不多又不少 那才行 啊 啊 总之 我认为你们这个戏啊 打击面太宽了 啊 还是应该仔细的考虑考虑 啊 这仅仅是我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请原谅我的直爽 啊 好吧 开始下一个吧 说话 要老实 做人 要忠厚 万不可 挂着羊头 卖狗肉 真才实险 走遍天下 装腔做事 绝不长久 这种人常常会有 到头来 自作 自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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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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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